我和一棵顶高的大树栗子却没有靠着 现代诗人沈怡默在月夜中写道 我认为这恰恰是女人活着最好的姿态 栗子却不靠着 绝不是像攀岩的吐司草 借你的高姿炫耀自己 绝不是像顶峰上的松柏 借着你的高峰来彰显自己 绝不是匍匐的清朝 因为你的高岸看清自己 女人只有自己独立了 才能挺直腰杆说话 才能硬气地做自己 每个人从生下来便是独立的个体 如果一个女人只想依靠伴侣立足于世 以男人的爱为养料来生存 注定可悲 我们先不谈爱情保质期 婚姻的青年之痒 若失去了你自己 只懂迎合讨好 小心翼翼 生活将多么迷茫黯淡 有人到头来还是靠自己 才能过得精彩有趣 自己努力赚钱 拥有可靠的经济来源 才能偶尔任性妄为 毫无负担 在面对家庭经济问题时 才更有话语权 虽然不是天生励志 但会穿搭 会打扮 通过改变外在因素 提升自己的精神外面 读书看报 插插花 练练瑜伽 丰富自己生活的同时 还能提升自己气质 虽然没有绿茶表门 洞察男生心思 但是会做饭 会开车 看得懂英文原著 烤得出香美饼干 哪一项不为自己的魅力加分 女人长得漂亮是颜值 活得漂亮是生殖 有的女人在爱情与面包之间 难以选择 但是当你已经拥有面包时 还有什么犹豫的呢 像个纯颜美儿一样活着 独立且自信 勇敢选择自己想要的 不轻易向生活妥协 不少人 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忙碌 为家庭费心费力 世事操劳 为事业不断奔波 日夜不醉 可大入职场 可小入厨房 有人会说 这样的生活太累 但彼者认为 这样的选择 至少在你出现家庭问题时 可以挺直腰杆 有所退路 不会因为一时失去了家庭生活 而一无所有 事业上的成功 也更能给人带来成就感 自己的人生 也拥有更广阔的天空 以夫为天的时代已经过去 当代女性 更应该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 爱情固然甜蜜美好 但并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像个纯爷们一样 活得潇洒 硬气一些 你也许会发现 人生也许比你想象中的 更加美丽多姿 有了男人的疼爱 女人可以活得像公主般 娇羞任性 没了男人的爱情 我们依旧可以过好 我们自己的人生 愿天下所有的女人 都能在这个世界上 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不卑不亢 自信飞扬